丹花縣警方破獲了一個暴力討債集團 總共抓到了九名嫌犯 不過讓警方很訝異的是 在這個嫌犯暴力討債集團的辦公室裡面 竟然有多達五十多部的電腦 警方懷疑說 他們可能涉及了網路欺騙 原警進入討債集團根據地 裡面的景象讓他們覺得很訝異 因為裡頭布置就像網咖一樣 五十多部電腦擺在一個屋子裡 實在不太像是一般的暴力討債集團 只要等玩家上線來賭博的時候 他就是利用這個藝人 可以控制三個整個遊戲的過程 來試機來榨取財物 還有玩家的點數 超線警方二號的晚間 破這個暴力討債集團 他們的犯罪手法沒什麼特別 就是用狼牙棒 球棍等殺傷力強的物品 外加改造手槍暴力血破 不過警方對這個集團 運用大量的電腦設備 來實施網路詐債的行為 表示還要進一步來追查 來了解他們的犯罪規模 到底有多大 明天新聞龐志龍 彰化報導 明天新聞龐志龍 彰化